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最近通过的 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将允准美国军舰可定其靠泊台湾的港口 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反应异常激烈 也许当年美中建交时 双方曾有约定或默契用美军撤离台湾 换取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对台动武的承诺 从现实的战略考量 中国共产党政府政府希望与美国瓜分太平洋 习近平不是说太平洋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国 一旦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常态化 中美共管太平洋缩减成 中美共管台湾海峡 情何以堪 其次美国如果与北韩开战 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势必成为 北韩核子武器攻击的首要目标 美国舰队如果从台湾附近发动攻击 北韩的飞弹似乎必须经过中国领空 才打得到美国舰队 当北韩提出召会时 中国共产党政府要不要点头 比较矛盾的是 中国共产党政府准许美舰停泊香港 却不准停靠台湾港口 标准何在